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莫娘诚心的修行与修炼 在莫娘十八岁时 因为父亲受困于狂风大浪之中 生命危在旦夕 李莫娘施法让海面风平浪静 并且派遣了两位将军上海 救出父亲与其他受困者 由于李莫娘生长在靠近海的梅州雨 居民与武无为生 时常有急风高浪 让许多渔民葬身海底 林莫娘心里知道渔民的心痛 所以时时有救难的举动 渔民感谢在心 并流传着他们做的善举 福建沿海一带的渔民 在危险中也时常盼着林莫娘能来帮助 在这些渔民心目中 也成为能保护他们的精神力 或说林莫娘能在辽阔的海域中 知道哪里有海难 这是靠着千里眼与顺风耳的观察与听觉 让有心人无法得逞 在泰宗雍溪四年农历的九月九号 林莫娘这时已经来到二十九岁了 这天她盛装打扮登上高山 读上梅洲雨最高的地方 如履平地 转眼间云化升天 鲜月皱起万里的祥云显现十方 林莫娘神话后 常有人发生海难时 看见有红衣珠珊女神 飞腾于海上协助救难 人们称为妈祖显灵救人 有关林莫娘升天化 显圣护国毕名的神迹 传说很多 历代帝王也屡有暴风照告 其中 康熙二十三年 圣祖封为护国毕名 妙龄照应仁慈天后 道光十九年则封为护国毕名 妙龄照应 同仁普迹天上圣母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圣母生前的事迹 圣母于八岁就到诗俗来念书 而且过目不忘 十多岁时就喜欢焚香拜佛 诵读经文 十三岁时因为喜好施舍 因此得到了玄通道长的玄为秘法 十八岁时得到 锦中神人授予的铜镜 而且学会了法术 并以福令驱邪救世 李明称之为神女 父兄出海遇到大浪 妈祖驾舟救回父亲 后来找到哥哥的尸首 这称为姬上救亲 二十一岁时 梅州与莆田大汉 县义县老爷 求妈祖岛屿祭民成功 在二十三岁的时候 收千里眼顺风儿两妖怪 皈依正教 往后藏在海边 帮助航海的船只与村民 二十六岁 省都官员求妈祖 妈祖焚灵福 金甲神人助妈祖 拯救泯测水灾 二十九岁 升天梅州岛的梅峰 听说妈祖的遗体 埋在妈祖岛 埋葬的地方 现在改建为妈祖庙 并因此取名叫做妈祖 妈祖由于时代的变迁 与国家政治的需要 加上神迹显赫 救人无数 因此有不同的封号 先后册封的顺序为 顺祭夫人到天妃 一直直到后面的天后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 天上圣母妈祖 我们天上圣母的故事 到这边告一段落咯 那下次想听哪位神仙的故事呢 在下方帮我留言哦 记得帮我们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